公車前後門都設有禁止站立區 避免開關門時夾傷乘客 但人沒站在禁止區 投手穿越還是會被夾傷 因此台北市公運處決定 針對室友3000輛公車 在中門兩側加裝隔板 以防止意外事件持續發生 不只是刷卡機的這一面 那我們另外就是中門的前方的那一面隔板 也有發生過民眾招假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就是有跟業者溝通過 所以我們是中門的前跟後 就是兩面隔板都會做一個設置 公運處致力提升服務品質 還規劃好理抽獎 要鼓勵民眾多多搭乘公車 從10月19日起到12月27日 只要使用悠遊卡 在雙北市區完成上下車刷卡一次 就能獲得一次抽獎機會 刷越多抽獎機會越多 先為了要持續讓乘客做一個回流 那鼓勵民眾來搭乘大眾運輸 所以我們這邊有做一個活動延長加碼的這個部分 投獎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是從iPhone12升級到iPhone13 那有10週的一個中獎的機會 5月中三級警戒後 台北市公車運量大減73% 隨著近期疫情趨緩 運量逐漸回到疫情前水準 供運處提供豐富獎品 希望增加民眾搭乘意願 持續提升綠運輸的市占率 記者游祥亭台北採訪報導